好 各界爱心善款式持续涌入花莲 台北七星福伦社连结日本有社 募集140万元日币要帮助花莲有四所国中小的 郑后受灾弱势学童 那么吉安乡长游淑珍代表致政感谢状 感谢来自社团的温暖关怀 让弱势孩子们能够获得照顾跟支持 长期关怀花莲偏乡学童的台北七星福伦社 在花莲地震过后也连结的日本有社 带来爱心捐款要帮助受灾的弱势学童 除了我们七星福伦社之外 还有主要是我们日本的有社 日本的煤芳社跟日本的大和社 他们看到台湾这次地震的一个状况 非常的关心 所以他们也很热心的很多的社友 都积极地来促成这次的活动 那因为过去在日本大地震的时候 其实我们台湾这边也非常多的善款给他们 那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想希望能够借由这一次的 花莲这次的地震的这些震灾之后的事情 他们能够帮上一些忙 吉安乡长游淑珍代表致政感谢状 感谢来自国内外社团的温暖关怀 再一次感谢来自于大家的爱 由七星福伦社来作为一个花莲县 四所学校的捐赠 其中来到了以昌 崇德 富士跟中原四个学校来进行 这一次地震强震的关怀 以及宪爱的活动 当然站在地方的一个职责 必须要亲自地来跟他们献上最感谢的谢意 也带来我们孩子家户的一个关怀金 在这里我们跟孩子一起加油 更要谢谢七星福伦社的爱 寄注在孩子 让我们未来的主人翁 有更健全的身心灵来作为发展 这一次受证的学校包括 宇昌国中 中原国小 崇德国小 富士国小 各项校长也致政感谢状给福任社 并表示会把这些款项 转发给地震当中受灾的弱势护家庭学童 让他们可以感受到社会的爱心益助 这里会节响报导